你知道,设计有轻、重吗? 笔画越粗,字体越笨重 笔画越细,字体就越轻盈 字体的字重可以直接决定视觉重量 我们也可以改变笔画的紧凑程度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将这些字体设计的基本要素结合在一起变化 拖动滑感,就是当下最火热的可变字体 将它们放到画面排版中 再加定元素,你可以得到重量感十足的视觉画面 改变它们的三数,换上轻快的元素 视觉上瞬间安静了下来 你还可以通过调节某个元素的视觉轻重 来引导读者的阅读顺序 让人一眼注意到海报中最重要的信息 那么图形的轻重呢? 这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方形 将其中的一个圆角逐渐拉大 很明显,左边变轻了 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直线和直角带来的厚重稳定感 而圆滑的曲线和弧线相对柔和轻盈 如果想要让右边的阵望形看起来更轻 就给它一个颜色 明度越高,越显得轻薄,透气 赋予小球不同的颜色 画面也会产生轻重变化 颜色改变着画面的重心 吸引着你的视线跟着一起移动 再来给它贴个材质 根据折射率的差异,透明的气泡与晶硬的液体会带来如呼吸般的轻盈感 高折射率的金属光泽闪耀着结实的重量感 相比之下 近年来设计界流行的磨砂玻璃与亚克力材质 则在模糊中微妙地平衡了轻重体验 如果它们动起来 就能通过动画法则模拟真实世界中的轻与重 运动的节奏能最有效地表现物理重量 由于惯性会产生跟随效果 效果越夸张,看起来就越重 那么操作系统是否也有轻重呢? 我们见过无数的操作系统 如果按照轻重感受来排列 越复杂的操作系统 例如飞机操作系统 物理按键和操作阻力都是对每一个操作的反直觉确认 因此飞机不是谁都能开的 使用者需要具备极高的专业性 而一个操作系统想要让更多人使用它 设计必须更加轻盈 轻到很多时候让我们忘记了系统的存在 例如手机系统 连我们的父母都可以无障碍轻松使用 那么手机操作系统的设计如何变轻呢? 就让我们以OPPO与一家的操作系统Color S12为例 拿到手机 我们最多的使用场景一定是浏览信息 无论是快速定位 浏览或是沉浸式的阅读需求 一个没有冗余信息的降噪系统 都会让我们的使用体验变得更加轻松 Color S12强调降噪设计 无需浪费一秒钟去寻找信息重点 一切冗余背景的图形 文字 色彩和排版 都浅移默化地引导着视觉动线 提升阅读效率 在轻重的平衡间 正如用户体验设计的金句 Don't make me think 回到主界面 你会注意到屏幕上的一个个足标 图形传递信息效率区域极致的今天 设计师们做了太多的尝试 从屋里拟物到扁平化 再到半拟物 半扁平化的尝试 都在不断冲击那1%的效率提升 在拟物与扁平的探索中 Color S12选择了半透明的亚克力材质 引入光影漫反射与模糊透视的观感 半写时女物摒弃了传统风格的笨拙 更专注图形的细节 亚克力材质让整个图标变得更轻 达到了图标辨识度 与视觉设计感的完美平衡 虚与实的光影变化 为系统桌面带来轻盈的呼吸感 轻盈之外 重量也是重要的直觉感知 而动效交互则是平衡系统轻重的关键 动效设计中 我们常常会误认为流畅等于快 但流畅不是数字竞赛 真正的流畅是让动画符合我们的直觉 符合意识延续 除了丝滑 ColorOS 12的量子动画 还引入了质量的概念 通过建立真实的力学系统 模拟物理世界的反馈与预期 无论是浏览照片时 手指的滑动速度变化 还是拖动小窗时停顿的惯性 亦或是告诉你已经到头了 再滑也没有的极限反馈 手机系统中的动效设计 打通真实世界与虚拟屏幕的边界 让我们每一次的滑动 都能获得符合直觉的体验 视觉爆炸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轻的设计 同样也渴望更有质量的情感连接 无边际的设计宇宙 对人的无限关怀 都在设计的轻重平衡之间 得到新的体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